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 10月12日礼拜三的第六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大陆方面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同大家分享的 第一单消息 在上海网络上边就风传着 由于长江今年是长期干旱 导致水腹枯竭 再加上不断有海水倒灌 影响饮用水的品质 于是乎掀起了民众抢购军装水的热潮 虽然官方马上作出了所谓的辟谣 反而还加剧了民众疯狂爱出 抢水、团水的行为 第二单消息 在云南省的景雄市 再次发生了极端防疫的事件 从礼拜二开始 全市行驶当中的车辆 全部被贴上封条 一律不准离开高速公路 车上的人员 想方便的 亦都是被迫要在车里面解决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一起去看看上海市出事的情况是怎样 事源就是 从礼拜一开始 微博上边就有一张 上海市政府内部人员的聊天截图流出了 内容就是这样说的 各位昨天提供大家有关本市自来水问题的消息 是本市自疫情以来突发的又一重大事件 形势十分严峻 目前上海三大水库的水源都已经富贴了 上游因为干旱缺水 无法补水 而长江口的河水 完全被咸水污染了 现时上海每日都派船去江苏省运水 但是远水救不到近渴 工业用水已经难以保障了 目前自来水的水质已经超标了四倍 由于本月将会举行党代会 即是二十大 为避免市民恐慌 消息就未曾公布 市水务领导 今天来到我这里开会的时候说 还看不到何时可以有缓解的时间 现在每日上下午都要提供专报给市政府的领导 为此请大家尽可能在家里团一些纯正水 以防万一 这张聊天截图就在微博上封传 你又传给他 他又传给你 然后又在微博上发离发去 不断转发 于是乎很多的上海民众就有所警觉 哇大缺了 缺水 干旱 其实他们会知道实情是怎样的 是不是干旱 而且有部分的民众看完这些截图之后 的而且确就在微博上留言 他们就说 自来水真的有点咸咸的 那么这个就是他自己的个人感觉 你没办法是否定得到他的嘛 于是从昨天开始 有大批的上海民众就外出走去抢购桶桩水 还有是平桩水 即是樽桩水 那么据财新网昨天的报道所讲 受到咸潮入侵的影响 即是那些海水渡灌 上海两大水源地的水库 都是出现了取水困难的情况 市水务部门正是采取 两岗水源地互保支援 备用水源切换 二地掉水等的多项紧急措施 保证上海市的供水正常 那报道还说 受到长江流域干旱的影响 上游来水今年是持续减少 长江口咸潮入侵形势 日益严峻 位于河口的上海 就面临着饮用水的危机 据上海市水务部门所讲 由于受到咸潮入侵 长江口的青草沙水库 和陈航水库都会定时关闭取水口 两大水库是取水困难 对上海供水的影响是极大的 而在两个礼拜之前 上海东方卫视曾经报道过 由于长江流域持续干旱 出现顺其反呼的异常情况 本来现在应该有大洪水道 顺其三点水的顺 现在反为枯竭 长江的来水量突破了历史同期的低值 其实出现了旱情 甚至可以说是旱灾 而又受到台风的影响 咸水不断涌入长江口 形成了咸潮 而去到昨天 由于市面上已经出现了 药干的抢购饮用水热潮 于是官方马上有所反应 就是在微博上辟谣 他们怎么说呢 上海市的水务部门就说 一切的供水是正常的 而供水的水质 也都符合国家的标准 上海供水企业官方微博 昨晚就漏夜发出了一份 部分地区的停水公告 发言人也都很快 是透过微博强调 上海的自来水供应是正常有罪的 而这个停水呢 只是例行性的停水了 目的就是为了清洗管道 和清洗水箱 另外上海市政府又在夜晚刻 发表了微博公告 就说上海市的长江口 从九月初开始就出现了咸潮入侵 上海供水企业加强了水质的监测 科学开展了水库的调档 确保上海的自来水生产 和供应是正常 虽然官方就是极力来到去 所谓辟谣和安抚人心 但是还反而加剧了那些人去超市 抢购桶装水 和平装水 在微博上面 就有大量的图片显示 那些人去抢水的时候 就在超市一的篮 就全部放入水 我看到的有人就买怡保 有人就是买农夫山泉 这个就是我观察得到的东西了 那些人持续地去抢水 在网上其实反应都挺两极化的 有部分人就信到十足 于是乎就走了去抢水 终于有部分人是不相信的也好 他们就认为 为什么会造成那些市民恐慌性 去抢水 团水 买水 应该反思的就不是那些民众 而是上海市政府 他们应该想想 为什么在民众的心目中 是失去了公信力 那些民众只是缺乏安全感 也都有人指出 上海人民对于市政府的公信力 已经是低到一个新的境界了 有句说话就叫做 见过鬼就怕黑了 就算那些上海民众 他多么支持共产党 多么支持政府都好 在经历过上海封城的阴影之后 他们还怎么会信到市政府的公布 是十足十才行 当初就说不会封城 又说辟谣 又说拉人 经常都出现这样的情况 往往在网上边有人 早收三日封言之后 公布了出来 市府就去抓人 抓完之后两天 那些所谓的谣传 就是得以实践的 那到底那个是不是谣传呢 还是他提早爆响口呢 那现在这一单 那我自己就没办法证实得到 究竟上海那个咸潮 是不是很严重呢 可能有咸潮 但是有没有影响到供水呢 我都判断不了 但是 其实很多上海民众 我相信他都是判断不了 之不过 既然在网上边有个 这样的消息流传 讲到似层层 再加上 喂他们饮用水的时候 又觉得有点咸咸地 那这些是他个人感觉 那于是他去抢水 无可口非的真的 因为他就信不过你嘛 你说辟谣 你说没事的 喂 人呢 不吃东西 一个礼拜呢 他都未必会饿死 但是不饮水一个礼拜呢 一定会渴死 这个就没办法的了 他为求生存 那就照买咯 反正买多了 他又不会说 倒了他的 饮用水 那你几时饮都可以的啦 对不对 今天不饮就明天饮咯 有买贵就没买错的 那些桶装水 一瓶装水 喂 放很久都可以的嘛 那当然啦 他有个出厂日期 就有个最佳饮用时间啦 但是通常都可以放他一年两年 都没走鸡的 那顾此那些人 那些人去抢水 如果他经济条件是足够的 我认为真的没什么大外的 反正他都是花自己的钱而已嘛 就好过说信错了你辟谣言之后 你告诉他真是 没有水喝的时候呢 那就大剂了 那我估计没去到这么严峻的 但是 很多人都成为了 惊弓之鸟啦 小小事呢 他的反应都会很大 这个是谁造成的 不是他自己造成的啦 就是因为他当初信错政府 他有了这个经验 所以他才走出去抢购嘛 好了 接着下去呢 我们又看看 另一单的消息啦 那这件事呢 就发生在云南省的景雄市的 又是一个极端防疫的案例 那在礼拜二 就是昨天开始啦 全市行驶当中的车辆呢 就已经啊 是被贴上债封条啦 那一律呢 就不准离开高速公路啊 那这些呢 全部在微博 和微信朋友圈上边呢 都有 那些图片呢 是贴了出来的 真的贴了封条的 写着封条两个字的 真是奇怪啦 那好了 车上的人员呢 就所有的吃喝啊 都要留在车上边了 不能够下车了喔 那想方便呢 就也是要在车上解决 那老实说你说 如果男人去小便的话 就容易一些而已 是不是呀 那女人去小便 那又怎样呢 是不是呀 或者去大便 那又怎样呢 这些真是极端防疫嘛 其实呢 就是本末倒置的 你为了防疫 为了避免新冠 传播开去 反而呢 你就叫那些人 做埋传一些 完全都不符合卫生的东西 这些就反而是会刺激了 新冠的传播的喔 就是如果那个人 本身是潜伏者的话 你在车上解决便利的问题 这些是不是 会传染新冠呢 那个人怎样洗手啊 请问 那在解决完之后 那包的东西怎样呢 搞得那车仓一 什么拖出去啊 是不是传染新冠呢 我真是不知道 这些那么欠缺 卫生常识的东西 可以在大陆 2022年 是见得到的 另外有网民就说 在东三省呢 都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而且有司机呢 已经是被困了在车上边了 七天那么久了 能人所不能 可能那些是货车司机或者怎么样 他忍耐能力就比较强些了 但是都是而已 好没有阴工 好不人道啊 在车上边 解决 喂 老实说 你又吃饭又在那里 喝水又在那里 拖又在那里 你怎么防治新冠呢 真是 哎 今天很多网民就指责当局的政策 是太过分了 不顾及 那些民众的感受 那不顾就当然了 这个 要不就怎么会叫做极端防疫呢 在景雄的高速公路上边 有望不到进头的车辆呢 就在原地等候 很多网民就 指责当局的防疫政策 愚昧和变态 都真是有点变态的 这样是 吃喝拉杀 拉就是窩 杀就是杀尿 全都在车上解决 究竟出政策的人 有没有经过大脑的呢 我不知道有没有经过大脑了 反正制定政策的人 就一定不会是承受政策恶果的人 莫说大陆啦 香港那些高官都是这样啦 是不是呀 有一期呢 无厘头全日禁堂食的 搞到呢 很多人呢 就在公园那里吃饭 有没有印象呀 有两三天是这样的嘛 因为他不需要承受这些政策 所带来的后果的嘛 对于距离都没有影响的 他不会顾你感受的 现在云南的景雄也是这样 这些呢 就不是疫情防控常态化 而是变态化这样 好了 另外呢 在西安 陕西的西安 当局呢 就在昨天发布了 中小学的紧急停火通知 全市呢 有多处的公共场所 也都是宣告暂停开放 今轮的新冠疫情风控措施呢 就引发了很多民怨了 而且呢 近几个月的常态化风控底下 很多当地人呢 就出现了麻木的心态 他们怎样跟记者说呢 他们就说 对于常态化的风控 大家都惯了了 在当地啊 目前呢 就跟没有生活直接联系的 场所呢 很多都是被风控的 关闭了的 那跟生活直接联系的场所 比如说超市呢 就继续营业 对生活呢 就没有多大的影响 那大家就可以见到 大陆那些人其实都很好管的 只要你保得住他们的温饱权 继续给他上班 有粮出 下班呢 就给他去超市买菜 最紧要呢 就是要有那些绿色菜业 大陆很讲究这些东西的嘛 怕着便秘嘛 所以呢 其实 大陆人真的很好管的 只要符合到这个温饱权的话呢 他们是不会走出来造反的 什么时候造反呢 就是连温饱权都保不住的时候呢 就走上街头呢 跟那些突警啊 跟那些大白去抗争了 所以呢 大陆那些人走上街头 就跟香港呢 完全没有可比性的 啊 没得比啊 因为那个诉求是完全 在层次上是不同的 好了 这一节讲到这里先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